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子竞技综合赛事 赛事覆盖全球四大赛区 囊括当下最热火的电竞项目 打造最优质的电竞平台 让每一位热爱电子竞技的玩家 可以实现自己的电竞梦想 没错 WCA2016年职业组赛事 共分为三大赛季 您现在收看的是我们第一赛季的线上预选赛部分 同时在海外赛区同时进行的是亚太地区的比赛 而且在5月份的话呢 我们第一赛季的线下总决赛也即将打响 到时候我们可以在现场 见证第一赛季入围全球总决赛的选手 值得一提的是 WCA2016年的三大赛季线下总决赛 都将会有中外对抗赛 这绝对是值得我们所有电竞零期待的赛事 好 那我们现在选手已经进入房间了 我们比赛马上可以开始 好 这次WCA电子经济大赛呢 是由爱公为WCA2016官方唯一指定的显示器品牌 即WCA电竞管赛事指定的用机 爱公为荣耀而战 Autofall 奥峰 WCA2016唯一指定电竞座椅 八彩呼吸灯 四地扶手 内置蓝牙音箱 电竞选手爱用的电竞椅 智胜之道 执掌之间 狼派电竞装备 WCA2016指定的外设鼠标品牌 极客 极致 极库 西伯利亚专业电竞游戏耳机 带你来一场生离其境的战斗 挑战千万奖金 尽向刀探魅力 英魂之刃 三千万玩家的共同选择 微端精品 三秒下载 热血赛季 英魂喊你站一起 那么这次赛事的话呢 也是要感谢龙珠 乐视TV 虎牙 触手TV 斗鱼TV 搜狐体育 火猫TV 环球乌鱼 爱奇艺 摇齐173直播 腾讯视频 小米 战骑TV 华术PPTV 搜狐视频 乐视游戏 优酷土豆 微精电视 玩家赛事 KK直播 新浪爱游戏 传明TV 网易CC 以及CIBI手机电视 感谢了大队的支持 好 今天大家收看的这两支比赛呢 是由这个WINS和IGV 听说在这个赛前啊 IGV也是更名为IG了 就是他从二队变成一队了 对 有我们的大家都熟悉的老将430 带领的也是四个新人 对 都是原来IGV的四个人 但是今天看房间里的情况 IGV是并没有让430上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IGV的一个介绍 这支队伍是集结了VGDOTA2 清续营的最高水平 培养自己的潜力新兴 这支队伍确实大多数都是新人 对的 我们其实在赛事上也是比较少进 对 另外一边WINS的话 据我了解 他们并没有任何的换人的情况 都是原来最早的那些五个选手吧 就以跳刀跳刀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队伍 打法是非常凶悍的 好 这边比赛是已经开始了 导播切一下这个游戏的画面 先办先选的是天辉芳的IGV 这边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一楼这个叫Whisper Quiet 是他们一个替补选手 ID好像叫安娜 其实我今天还有点期待 是不是有430上场 对 430他们在平时训练的时候 就没有跟IGV一起训练 所以一直都是这个叫安娜的 一直在跟着IGV的四个人在打 QD的话是他们的一号位 Black Z 这个相信大家对Black Z这个ID 可能会更熟悉一些 其他几个人也都是原先 IGV的一些老将了 走WINS Gaming WINS这边是5个人都完全没有变 以这个跳刀跳刀为核心的 费斯变 二兵这些人 好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BP情况 那么IGV这边一手是 首先扮掉了一手蝙蝠骑士 也是对于WINS这个战队来说 比较针对的一手扮人 对 这个是跳刀跳刀中路蝙蝠 是非常强的一个点 然后二手扮掉了陈 而WINS的话是先把卡尔扮掉 卡尔确实是大家都会在前两手BP 选择扮掉的一个英雄 对 版本大热门 对 还有小鹿 两个野区的英雄是都被扮掉的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把土猫选择式给放了出来 啊 果然一手苗强 IGV这边还是比较套路的 一上来先把土猫拿到 兽王 神域 这个有一点自保的感觉啊 就我拿了兽王 不把这个神域者给你 因为神域它的技能可以很好的化解 兽王的这个点控 对 这两个人一起拿 现在这个版本节奏是非常快的 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这种英雄带一点点推进的能力 所以像兽王这个点就是这个版本非常火的 非常火的三号位 尤其是它那一手大招 控制是非常非常足的 对 它召唤生物也很多 像什么剑圣啊 挺头疼的看到兽王 而且现在的兽王 骨头的等级一般不会超过两级了 更多的是把这个战鹰 还有这个被动的提升攻速的这个技能 优先的先点起来 也是一个版本趋势啊 毕竟现在兽王也不是一种纯正战线的英雄呢 对 现在IGV这边显得比较犹豫啊 像这两手拿出来 之后它如果说要去再去拿一些类似强控的英雄 这边选了神域都会比较尴尬 对 所以先拿了一手先知 在三号位置上 对方拿出兽王 我方拿出先知 先知对比兽王来说 它的打前速度是要比兽王更强的 而且带现能力也更强一点 对 但是从推进的角度上来讲 感觉差不多 这两英雄确实差不多 兽王更偏向团队一些 先知的话可以说自己担待能力更强 那么这边IGV的话是马上扳掉了一手黑鸟 黑鸟也是这个版本热门起来的一个中单 对 改动了法球之后 对于中单对黑鸟 不管是谁都会非常头疼 尤其是现在天梯啊 基本上都是卡尔打黑鸟的这种对中 非常非常常见 就比谁更厉害了 对比两边的酱油谁游走的更到位一些 那现在两边都是拿了三号位和酱油的组合 剩下大哥的位置 还有包括中单的位置 应该都是三四手BP的热点 这边WINS的话是选择在第三手扳掉了夜魔 夜魔的话现在其实打游走比较多 而且加上IGV这边选的土猫 如果前期两个人去走双游的话 也是很难办的 对 WINS这边比较怕对面前期游走能力很强的 这种酱油组合 小精灵 WINS是非常喜欢打这个 精灵小小组合的 并且胜率是非常高的 我们的IGV对于敌方的一个情况 也是满下苦功的 对 因为自从的上海 这叫什么冬季赛 中国队失利之后 现在这些一线队和二线队 都是训练的非常非常多的 很多队伍都是积极地进行这种调整 积极地进行训练 也是该多训练的 对 支持而后勇 相信在春季赛 或者是更远的替爱 中国队伍应该是可以拿出比较好的成绩来 现在在这段衔接期 像WCA这样的非常综合性 非常大的赛事 也是这些二线队伍 包括一线队伍这种训练的一个竞技场 可以检收一下自己大家进来的一个成果 对 由于现在四大联赛的这种形势 导致现在这种小比赛非常非常地难以脱颖而出 大家这种队伍都是去更青睐大比赛去打 小比赛的话可能更多的是练阵容为主 那我们看到WINCE第四手势选择办掉了VS复仇之魂 也是作为现在当前版本 它这几个版本都相当热门 毕竟有控制又有减甲 还有一手大招 能救能打先手 对 主要还是为了防止 寿王大到人之后被VS化解掉 对 WINCE的想法就很简单了 我寿王大到人就让这个人死掉 也不要去进行任何的换员这种 对 拿到死亡先知 中路的死亡先知 那DP的话这样来推进体系会比较偏强一点 对 DP等级高起来之后到达七八级 然后配合的这个兽王 可以迅速地形成一波暴团 很快就可以把外塔都拆掉了 是的 尤其像这样的话 DP走中 等他有大招之后再配合兽王的宝宝 然后一会儿再随便再点一手酱油 那样中路的中塔一塔可能会很快就掉了 对 现在IGV这边需要一些爆发力了 因为打死亡先知这个点 你一点点地去消耗 对面是有神域者的 你只能说一下爆发把这个神域者 或者是死亡先知先秒掉一个 神域这个英雄在打团的时候 救人实在是太烦了 对 你一下秒不掉一会儿就回满了 还好的是IGV有一个土猫可以打切入 如果说沉没到神域的话 神域这个在团战救人的能力就已经丧失了 对 他这个英雄如果说救不到关键的英雄 他在团战中的表现可以说 就比较废了 对对对 IGV也是补出了一手丽娜 可以考虑一下小骷髅这个点 小骷髅这个点一方面是IGV非常擅长的 另外一方面小骷髅去打丽娜 打这个先知 都是可以去很快地进行这种秒杀 尤其是先知 到达中后期的它这种带线 小骷髅是可以起到很好的压制作用 小骷髅配合兽王的这个点控 爆发力也是比较足的 这边其实在第四手选人上也是犹豫了比较久 两边在BP端都是思考的很多 而且拿人的顺序都是比较像的 拿的位置都是很对位的 三号位对三号位 酱油对酱油 中路对中路了 现在两边要一起拿大哥了 这边备用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 WINS这一手英雄 还是选择先补的酱油 对 但这样 由于是先办先选 WINS是后班候选 所以他在最后一手拿大哥还是要自己先拿的 我看IGV 他是选择先拿大哥 还是像WINS一样也依旧先拿一个酱油 我觉得他可能会把大哥藏起来了 藏到最后面 因为Black Z它的英雄池是比较深的 很多大哥都可以打 像小鱼人啊 还有这个小骷髅 包括剑圣都没有办 这三个英雄应该说是Black Z非常擅长的英雄 应该说场上基本上就没有办大哥 先拿小鱼人了 确实对面这几个人对于小鱼人的限制还是很一般的 小鱼人可以有不错的发挥空间 对面要抓小鱼人的话 兽王这个大一定要放好 不然的话小鱼人大招一开 基本上没有人能管得住他了 对对对 兽王的大接上死亡先知的沉默 这样才有可能在中后期的时候抓掉这个小鱼人 其实IGV现在这个阵容控制有点耍 就靠土帽一个人了 莉娜后手嘛还算 感觉团战的时候土猫要么是得先守到神韵和巫医 要么只能打后手了 先绊掉了一个水人 同样是非常难抓非常灵活的一个大哥位 那么Vinx这边是选择绊掉了一手动物 好像死问这个英雄两边都没有兴趣 拿了一手敌法师 那这就是一个推进四保一 保一个大哥位的敌法 四个人抱团推 然后敌法另带一轮 对单独带线 然后拖到敌法师装备比较成型的时候 再去跟IGV接团 其实选敌法这个英雄的话 应该要是对自己本身的一个打钱能力比较自信 毕竟敌法他需要领先对面的大哥起码一个大剑 才能够有足够的一个输出 是 IGV最后一手是选择了一手毒狗 毒狗这个英雄确实是比较克制敌法师的 尤其是敌法师避过来的一瞬间 递掉然后给敌法师一个大招 这样敌法师确实挺伤的 但是这个也只是局限于前期 到后期敌法师避的等级提高之后 包括他可能出的装备 会涉及到分身斧BKB之类的 小毒狗这一个酱油 想针对对方的大哥还是比较难的 整体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选人情况 三号位 Face边是选择了三号位的兽王 跳刀跳刀中路的死亡先知 杀了大哥敌法 对 二兵的酱油无依 还有这个Innocence的神域者 IGV这边看一下 IGV这边大哥位置还是QD 就是Black Z的小鱼人 然后替补Whisper的中路 是这个丽娜 活女 XXS是三号位的先知 波波卡四号位的土猫 还有一个熔 五号位的小毒狗 这个阵容 前期感觉Wins的四个人 抱起团来的话 是非常厉害的 尤其是等级提升起来之后 但是感觉他们在线上 容易被这个小毒狗 包括土猫的这个游走 还有先知 很快的前期的支援 对 所以他们线上一定要站好 IGV这边主要就是靠前期的 一个游走支援 来打出一个局面了 对 不然的话中期打团 以及大后期 其实优势都不是很大 没错 就看小鱼人的这种发育情况吧 一方面他可能在优势路 有一个很好的补刀 另外一方面是中期 他怎么去面对Wins的 这个四人抱团 他的反干壳 还有配合队友 这种击杀的情况 因为小鱼人在中期的参团能力 要明显强于敌法的 对 这个阵容前期 我还是比较看好 这个IGV的 我也比较看好IGV 对 包括这个小毒狗 前期的游走 配合中路利娜 还有图猫 这种技能的这种小配合 还是蛮多的 而且他们不管是 有走到哪一路 先知可以马上飞下去支援 对 最主要的还是 敌法师这个英雄 确实 前期太弱了 对 他给人的印象 就是前期太疲软了 他只能是刷 而且敌法 他想要到后期参团 也是必须要装备 领先对面大哥 一个大剑才行 敌法师这个英雄 确实装备是一方面 还有他的切入时机也很关键 现在IGV的队员 波波卡说比较卡 他稍微调试一下 调试一下电脑 比赛我们是先暂停一下 那么这次赛事呢 现在目前进行的是一个 A组小组赛的一个对决 这边的比赛 对 是一个小组BOR积分赛 那么也是分为了AB两组 每组的前两名 进行到我们下一轮的 一个淘汰赛 好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一个 分组情况 这边A组的话是 FTDA IB 同服 CDCY 然后B组是由 IG WINS NUBE 还有VGP 给我的感觉是 B组的实力 好像更强一些 对 那么这边胜者的话是 积两分 评了的话是 各积一分 输了的话则是 不积分 对 从我这个第一反应 就是这个B组 像是一个死亡小组一样 有IG和NUBE 这种老牌的战队 然后包括VGP WINS 也都是二线队伍里面 出类拔萃的 尤其是最近 VGP的一个表现 非常强 A组那个IB战队 你听说过吗 是什么 然后B是什么词 我忘记了 那个队伍在去年 就是VPGAME 好像举办过一次比赛 他们是第一次展露头角 然后最近那个好汉杯 好像也在打 但是我对他们队伍 不是了解不是很多 也是作为一个 比较新的队 是 现在新的队伍 涌现的是比较多的 也是现在赛事比较多 对对对 这边WINS说有点跳拼 两边好像都有点跳拼 两边可能都要调试一下 对 好 这边IGV已经是调整好了 那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好 我们看一下两边的这个出门庄情况 我看他土猫这边身上是带了一个毒球 对 土猫现在一级就直接带毒球 他的这个游走效果会成功率大大的增加 差大S的先知 他的这个出门庄就有点偏向打野了 没有任何的线上补给 只有一个小进化 给自己提供更多的树人 更偏向打野的是我们的射王啊 直接出了个打野爪子 对 现在的三号位更多都是来打野了 因为你说 这边小人人一击学了跳 这应该是杀不掉的 对直接跳到塔下 他们这几个控制还是偏软的 没有很明显的这种硬控 基本上都是相当于打断的那种控制 对 看一下这边视野 先是封掉了小野 并且把这个中野野给封掉了 而且这个野还有一个侧面的保护能力 就是要压制你打野的英雄 对 那这样兽王去打这组野怪 然后并且把对方两个野都封掉之后 可以保证这个等级 另外一方面兵线推进塔的话 兽王去清兵就可以了 小鱼人前期属性是很弱的 兽王 抢到了 小鱼人抢到了 但是自己被打了个半层 那这一下大药就没有了 上路是直接发生人头了 两边在上路 直接是打起来了 看来是敌法闭上去想抢服 嗯 WINS这边 两个服都没有吃到 确实对于前期来说是比较伤的 替补安娜 这两个英雄的对线 特点都是拿技能去放 去拨人 而且手特别长 对这两个这两个英雄手都是很长的 对线肯定是一个55开 主要还是要看一下两边酱油的一个游走情况 嗯 看神域这边应该是帮忙拉一波野 他不能打野吧 他现在就属于一个中路挂机的情况 挂着这个大哥DP 然后有机会就去拉野 没机会就在这边 自己用自己 还算不错的这个 攻击射程吧 踏着打野 前面的补刀DP并不占优势 感觉 感觉是他这个 个人技术问题啊 DP不应该被火女压成这样 可能前面自己没吃到服有点伤心吧 嗯 他现在主要是 气势就下降了 嗯 没错 上路方面是一个先知打敌法 敌法已经是被A的很惨了 这个对线能力 其实太弱了 因为他有一个群鬼盾在 嗯 他在线上没法混了 对 线上只有一个降游巫衣去保他 这个保人能力 其实是比较一般的 嗯 兽王是刚打完一波野之后 回到线上 那么下路这个小鱼人 发育的是比较开心的 对 这边兽王也是 并不能怎么干扰他 更何况还有一个毒狗 一直在挂他 对 毒狗加小鱼这个组合 是可以击杀兽王的 而上路巫衣和敌法是不太可能击杀 这个先知的 先知是比较自由 想打野就打野 想对线就对线 对想在线就占线了 那DP这边他中路反捕的兵特别多 对 他这个反捕的兵快赶上 已经赶上了 火女的正部了 对 可以从这个小地图上看到 这个毒狗是一直没有漏线的 所以这个死亡先知是非常非常虚 毒狗加上火女这一套技能 是可以把它打残血甚至打死的 所以他在对线的这种特点上 就更多的是倾向于反捕 把这个兵线控到自己的高台上 首王又去打野了 另外一边先知是更直接 他直接就放弃了上路线了 对直接放弃上路线了 因为上路线的话 巫衣老是拉野 比较影响他的一个效率 对 而且IGV这边打的就是一个中前前 所以他前期放你敌法发育一点 没什么关系 他中期的时候通过抱船来打回来就好了 神域者也是知道对方的游走能力比较强 一直是在中路 我看到中路那土猫 已经悄悄地转了过来 没错 已经埋伏好了 这是一个二级的土猫 对 我们从这边的视野来看 是看不到这个土猫的 那现在这样的话 应该是要抓DP的一个走位失误了 对 如果他敢下坡 只要敢下坡就死 这边莉娜是非常凶 有机会就点一下 他现在只要在坡下敢补一个兵 土猫就滚过去了 对 另外一边神域者似乎也知道 就在这边蹲着 但是神域他这样的技能 救人并不是特别好用 这边也看不到神域的位置 他是留了一个点 对 土猫蹲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兵线过不来 下路这边是先知提前飞过来了 我们一直盯着中路这边想捕捉一下 中路这次游走 没想到下路先知很突然的飞到下路 配合小鱼人和黑鸟 和这个毒狗直接击杀了一次兽王 这样的话中路应该是没有办法扔头 对 回溜溜的又跑下来了 下路兽王很 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有毒狗在它完全不能走位靠前 毒狗一关就是代表它已经死定了 毒狗这边还是没有斜的 到达中期这种先知突然的一波支援 尤其是配合四分多钟这个投石车 是可以拔塔的 但是刚才是杀了一次人 现在先知又直接回到野区继续打发跃了 上路地霸师逼塔 勾引一下小兵 首先之到达五级 经验稍微比火女要好一点 对经验方面是两边差不多的 按两个人英雄来算的话 DP打火女应该是比较有优势的 有那么一点点优势 可以看到这位兄弟一直在蹲人 他选择蹲的目标就是这个死亡先知 而下路的这个兽王是成了一个突破口 没办法 就是只能是先有一个倾向性 有一个取舍 先把这个DP保肥 对 你毕竟是二号位大哥 你兽王三号位酱油 对 敌法现在的葡萄树跟对方的小鱼是差不多的 前期的发育不错 不过小鱼人他是有人头钱 对 小鱼人这是要直接发育点击手 也是经济发育的比较好的情况下 对 有一个塔前视野 兽王这个位置很危险 先知飞过来 虎猫技能跟上 晕住小鱼人 跳中了 跳中了就可以了 那他就死了 这边也是没有多余的TP 这个时候来一个神域 显然已经晚了 上路这边是 我女的位置很危险 我们看一下魔瓶继续往前磕 DP追不上来 这个速度有一点难了 好没机会了 那这样可以配合敌法师 把上路塔再消耗一下 对 他这个大招开了不推塔的话是比较亏的 对 他大招还有一半的时间 另外一边下路也在推塔 中路的话是赶紧来补一下等级 没错 这个塔的话还推不掉 兽王的飞斧再加上巫医 可以很好的化解这波兵 先知过来试图挡一下 感觉这个塔 等一下应该是要反补的 中路利娜是一次单杀 现在开局4比0 感觉Wins这个开局节奏就已经是被对方掌握了 他这士气不行了呀 只能说他们有一个大哥敌法吧 哎呦这个刀 这个刀露得有一点 上路这个塔是可以反补的 先知好像没有注意到这个血量 他这个不反补的话 下一波兵线推过来应该就没有了 没错 极速的活女 但是他身上是没有大招 不过这边是有视野的 而且被视野看见了 感觉上是要被包了 死亡先知再呼应晕一下 丢过来一个拉臂妖剂 死亡先知是直接走了 因为看到这个极速神符 而且没有其他的控制留不住了 对 先知在这边单独面对一个敌法师 敌法师已经是假腿了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这个经济情况 整体经济来看 天辉的IGV是领先了1500 差别倒不是很大 这边打得很凶啊 不过他急速是已经到时间了 想扣上路神符 Wins这边双人开悟 看一下 不过这两个人的控制力确实很一般 而且这边还有手土猫 对 土猫在后面蹲 那是完全没有动手机会 直接想配合敌法师 杀上路的这个先知了 敌法血量有点残 对 因为先知确实是 这一波招后 全是小兵 麻痹药剂要丢出来 能晕两下 感觉机会不是 给上 一套爆发 再见 帮助自己也来不及了 另外一边 中路兽王一个大 想救自己的死亡先知 没有救到 力量的剃也是剃空了 但是他身上有双倍 磕了先知之火 漂亮完成了一波双杀 两边是同时爆发的人头 而且尸王前面 他那一下猴是 他那个猴晚了 对 看一下他的整体 应该是在之前 就已经到达六级了 他就已经六级半了 只能说力量的这个爆发太高了 死亡先知有点扛不住 一下就死掉了 尸王还没有来得及去放大 本身DP前期就比较脆 更何况活女那个大招 能吃到他一整套连招不死 还真没几个 九分多中 小鱼人终于是补出了点金手 而另外一边 敌法师的经济也不差 小鱼人点金之后 这个打钱速度 应该比敌法差不了多少了 对 原来的话应该是稍微弱后一点的 因为毕竟敌法打钱还是快 嗯 在经济方面 IGV这边有一些小领先 但是 最关键的问题 最核心的是他们还没有推塔 下路这个塔还是一多半血量的 上路敌法师这个塔 肯定就是满血了 好 这边也是一个双人开悟 这两个人控制很足的 对 小独狗等级很高 他们俩伤害还差一点 得需要再配合一个大哥 对 找丽娜就可以了 只要关到人就可以 神域在补六级 神域在补六级 小狗狗过来 赶上来 直接开大 减速 撞到这样沉没住之后 配合先知的一个大使 直接带走了 这边是一个 诶 兽王赶过来 吼住 吼人的话是直接关掉 麻痹妖技 麻痹妖技弹起来 巫医这个大 好疼 感觉是可以拼掉一个 漂亮 一套连招 莉娜三连带走 兽王大使交得很早 嗯 他下来之后是直接把大招交给土猫了 他怕土猫 他怕土猫滚走吧 对 那这样 又是一个 二换一 还是比较赚的 对 一个酱油放到两个酱油的去 王迪娜这边是磕了一个恢复神佛 直接打了一套 小鱼人自己带塔的能力 确实是比较一般的 小鱼人拆塔不行 他打人厉害 死亡先知是优先做了假腿 由于中路这个死亡先知被游走的次数比较多 而且他的这个打前啊 确实是心惊胆跳的 他不敢去很多的去用AOE去清兵 只能靠队友这种堆的野怪来打了 这边是堆了三拨 对 三拨打起来好爽 感觉要不是这个酱油蹲 可能这个死亡先知的经济会更差一些 嗯 中路虎女大招也是马上冷却好 下一波三点冷却好之后 谁再撞到他面前 又是要杀掉一条命了 上路这边找敌法师的保护 技能跟上之后 敌法师跳出来 好 差一点 这个是没有爆掉 嗯 伤害差了一点 这几个人 怎么说更多是偏向了控制 感觉是这个先知没放大的演员 先知如果说把大招放出来 说不定就能把这个敌法师打死了 敌法师前期的加点是只有一级的魔抗 那这样是 紧跟着一波爆团 配合一套 他们要进行一套推塔 对 兽王是自己潜伏在这个地方 到达了八级 但可以说 没有任何成型的装备 面对先知的这种推进来说 WINS是没有什么还手之力的 以身开悟的 巫医 诶 兽王一周红 大招跟上 死亡先知的位置 开好大黏住 给上吸血 巫医 这个谈谈乐效果非常好 还好后面关了一手 第一时间没有秒掉 魔女出来之后 一套技能打到跳楼桥桥身上 插一下 那么神域给大招救一手 被救了一手 那这样先是一个零换二 那这样只能选择先撤一波 并且死亡先知没有死 这一波主要还是兽王啊 那一个出来的太出其不意了 对 他藏在这个位置之后 飞斧把树砍出来 直接一个大过来 而且独狗当时也是被他大的一个鱼锅震开了 没有第一时间把火女关起来 没错 现在这边赶紧自来推中塔 节奏很快 因为死亡先知这个大招CD是很长的 属于节奏非常慢的英雄 DP这个大招必须要在开启的时候 打赢一波团或者推掉一个塔 不然就很浪费 下面这边是赶紧开大跑 这也是必要他开了一个大 他们都是吃技能CD的 这几个都是靠大招来打输出的 所以IGV现在还是有前面那个问题 对于神域和巫医这两个将有 他没法管到他们俩的话 团战就没法玩了 巫医那一个谈谈乐器也不说 而是他的大招 IGV这边那种后上的那种 能够打断大招的技能还有点少 基本上就是前期开之前就用完了 他想这种打断还是比较难的 只能依靠后面小游人装备起来之后 直接把对方将要打死了 然后还有一个难点就是神域了 毕竟圣龙一丁连血 神域一个大就追回来了 对 现在最关键的是IGV的等级 还有这个外塔 已经是把三座外塔全都拆掉了 WINS的打钱空间是非常少的 一切都在等地把师拿到这个狂战 狂战拿到之后 他打钱的速度 包括他打钱的这个空间 都会变大一些 经济追起来就会比较快了 我们看火女下一剑 在以太接近之后 闪着开始出风章 先知这个位置是被 WINS这边看到了 我这看到也没有用 如果说他在这个位置开雾的话 感觉上是有一点风险的 身上没雾 鸟应该是运来雾了 小鱼人也是拿到了引刀 这个装备 这个高台上是有一个眼的 对我们看一下这边 先知一直在打野 但是刚才火女是从这边赶过来了 这边是一个开雾 看一下WINS这边的反应吧 两个酱油都是蹲在DP后面 那应该是意识到 这里上去也去找迪法 但是迪法已经感觉到了 放弃打钱了 地图上一个人都没有 好方啊 先知是先出的紫愿 这是一个非常偏向前击的装备 紫愿的话 不管是针对WINS哪一位 都是比较好用的 对 都是靠技能吃饭的 紫愿的效果 就主要是卡这个敌法师的分身斧 嗯 敌法师没有分身斧之前 紫愿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一波开雾没有看见人 没错 那这样的话 而且WINS五个人马上又转到了下路 WINS肯定想推啊 WINS对于这个塔的一个推进节奏 掌握的是非常好的 追不上 追不上 回头上 回头上 这俩真的就这样绕上了 怎么说呢 好好好 他非得杀死再说 小鱼人杀意一绝 是绝对不会放过这只猪的 那中路这个二塔是可以拆下来的 那这边拿一塔放个二塔倒也不亏 对 这对于WINS来说绝对是不亏的一件事情 把这个 呃 外塔拆掉之后 他敌法师的打前的范围会变大了 变大很多 有这个一塔在的话 敌法师是不敢打对面的野区的 上路的话先知也是在带线 这段期间其实是 IGV最强势的一段时间了 他一定要抓住机会 找这个WINS接团 WINS这边也是毫不示弱 直接四人开悟 马上又一波开悟 对 这个悟行是从家里开出来的 嗯 虽然说IGV在野区是扑了三个眼 但是 对于WINS这一波绕后应该是毫无察觉的 这一波绕的是非常厚啊 先靠这个开视野 开启一个战云 我们看一下 这个战云带来的视野效果 诶 看到了 诶 看到了 诶 看到了一个活女的 看一下兽王的选择 先吼谁 直接吼住 沉默也给了 那这样波波卡直接被秒 火女这边也很危险 下一手控制 技能跟上自己吹风想自救 毒狗赶过来了 能不能关一手 WINS直接插大被秒 WINS这个大招 WINS也是自己被秒了 莉娜临死前放了所有的技能 但还是死掉 神域回头一个大 小玉这边是 跟先知的一个配合失误吧 先知框住了 结果小玉那里很尴尬 打到人了 对 索王应该是买活的吧 买活赶过来又死了 这一波正面团战 DP 哇 漂亮 一波成功的开悟 打了一个一换四 一换四 索王先知是拿到了三杀 这一波赚了好多钱啊 打回来了一千九的经济 对 一千九的经济 然后索王先知提供了 两千六百点的伤害 基本上输出都是他的 对 第八师虽然赶过来了 但是好像只蹭到了一个助攻 SV这一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一个团战 首先被打了个出其不意之后 整个队伍都有点慌了 没错 然后技能的释放配合呀 都没有打出该有的效果 他们这个确实还挺怕这个死亡先知充脸的 嗯 这一点的话也是能看出来毕竟是一个新队 嗯 在于这种大赛经验还是不够足 先知要补自己的引刀 但其实他现在对于敌法师的威胁已经不是很大了 敌法师已经是有一把单刀在 护甲很高 嗯 如果说没有单刀的话 先知感觉有机会去单杀这个地方 但是现在来说 已经是杀不掉了 四个人 只要WINS拿到一次肉删的机会啊 IGV这边其实推不起来了 就 他现在已经差不多推不起来了 嗯 感觉上他们视野没有带针眼啊 他做的 IGV这边做了很多进攻视野 但是并没有起到该有的效果 哎 看一下小域这边选择切神月 兽王一个大吼注 后面技能输出给不够 已经是没有蓝了 漂亮 兽王的这两个小人输是直接把小鱼打没蓝了 嗯 那这样小鱼人想杀对方的一个酱油 结果自己死了 这波节奏是非常伤的 继续往前还要追 还要追 给手减速 要是下一个B 能砍出两下直接一个大就可以了 哎 活女也是赶了过来马上接了个X 对 两边都是想用大哥换酱油啊 哈哈哈 都是打得比较上头 敌法也是太开心了 对 追了一个独狗追了八条街 王先知开大要拿中塔 这一个大不出意外可以推两座塔 好不过这边敌法复活时间有点久 小鱼人也快活了 嗯 那还是踢完中塔就走了 踢完中塔就可以撤了 因为这一波爱极威还是想留人打的 来了 踢踢 活女一个踢是踢空啊 自己没有多少蓝 但是也足够把人逼走了 小鱼人引刀 小鱼人引刀要追 看到乌依A一手 跳到的是兽王 先知也是飞过来 乌依这边和兽王双双阵王 特别显得有点不太及时 还是 就是想把那个塔推掉 对 感觉这一波的话主要还是说敌法死 刚才不该死的 嗯 刚才那一下死了之后这一下计划就打乱了 连推塔那种输出就会稍微下降一点 对 那这边趁到死了两个人之后 打一个时间差 RGB想着直接过来推Rotion 嗯 这个时候DP是没大的 所以WINS也只能放 先把节奏缓一下 打一个盾 然后 再排一排视野 再进行KG 是的 我们可以从小地图上看到 这个IGV的视野 遍布全球 而且全部都是进攻视野 对 都是进攻野 天灰上台正受到攻击 先知这边开引刀 看到所有先知 看到一个DP 但是身上是有加速的 而且这边有两个人 对 他一个只要没法针对两个人 快来快来 天灰上台正受到攻击 下路这边小鱼人也是积极主动去抓人啊 但是感觉他这引刀刚才是开晚了 被小兵看到了 对 那小鱼人这里引刀之后 下一件是选择直接出冰眼 点紧手引刀冰眼 就是一个坚固成长性 还有抓人的一个出装 这个时候看一下莉娜的装备 身上有两千块 两千块 现在这样一个护刷的局面 对于WINS来说是非常想看到的 因为他们的敌法就是要到大后期才大发神威啊 而且把比拖后的话 他们这里冰性也是比较占优的 对 哎 小鱼人 引刀探视野 但是 WINS这边的视野其实做的也还算不错 也还算不错 这几个眼都是能够观察到比较重要的兵线 这里小鱼人应该也是知道有眼的 对 小鱼人 这边小先手吗 无依一个谈谈乐 效果不错 谈到这边的大哥 兽王的一个大招 吼住 配合无依一个大 又是直接带走这个土猫 陈墨给上活女 然后慢慢撤 看一下另外一边 小毒狗也是被击杀 那这样 其实刚才小鱼和这个小毒狗的位置是被弹住了 对 他们想反饮 对 那这样的话是又击杀了两个酱油 稍微又拉扯了一点空间 威斯又拖了一波 又往后拖一波 敌法狂战分身之后打前速度是很快的 马上又回到了经济第一 现在给人感觉这个先知的装备 其实效果就已经很一般了 对 他这个子愿其实 出子愿的话他应该跟着去抓人 但是实际上他这个子愿这场没有用到几次有用的 没错 感觉这个装备出废了 看一下中路这波推进 后面是尾情了一个小鱼人 插真眼感觉也来不太急 DP直接开大 还好是有一个 还在往后面切后排啊 小鱼人真的是一直在切后排 后面的话 DP顶着所有人的攻击 DP被顶住了伤害 先知飞过来感觉不管用啊 他根本切不了后排这个装备 迪马师过来两下带走 还有下一个独狗 小独狗的话也是这群已经乱了 直接丢打 直接一个大带走 威娜吹起来 这个吹是死亡先知的吹风 那这样狠女感觉走不掉啊 立法再一记不令他 一个替晕住 但应该也没什么效果 下一记逼 小鱼这边盾直接被打掉 盾起来之后 往前给上了沉默 但是被解掉了 还想打 这个小鱼还想打 他没法打了 对 出来很危险 这一波可以说 WINS打的是非常赚的 一换四 一换四 而且推了一个塔 这个小鱼虽然没死 但是把盾给打掉了 小鱼其实他 太执着于去切后排了 当他自己的后排 已经被冲散的时候 他还在追后排 一直追到了夜夜 这边的二塔去了 主要是酱油离得太远了 而且这边可以看到 有一些自保的装备 小鱼虽然想去 直接把人切死 已经是很难的了 最开始想切的 那个神语身上 是有一个微光的 对 好 小鱼虽然现在有一个冰眼 这个追杀的效果 可能会稍微好一些 他刚才走不动 应该是察觉到了 这个真眼的换位 切个真眼 我们看一下双方整体的经济 IGV前期领先将近5000的经济 已经是全部被打回来了 经验方面的话 WINS已经完成了反超 我看到IGV 马上又买了一个物 这个时候小鱼虽然 非常需要一个阴锤 他们必须要去找一波节奏了 不然的话 G这么刷下去 是WINS比较占优的 最关键的是 这个死亡先知的装备 已经是慢慢的要起来了 已经玲珑心了 对 已经玲珑心了 那这样死亡先知的大招 恢复得很快 可以跟上目前这种 比较紧张的节奏 不至于说 因为死亡先知没有大 而这波团被迫的选择放弃 好 丽娜也是补出了A仗 爆发力进一步的增强 A仗的话 大招是变成了纯粹伤害 对 而且也是提升了不少伤害 DP直接开大 这二塔拆得很快 没错 这一波拆完就走 不要有更多的想法 因为敌法师加DP 他只要拖着就可以了 小鱼人到后期 虽然说是很强的一个英雄 但是也挺容易被放风筝的 打这两个的话有点难 对 这个时候IGV现在需要一波开悟抓人 四人爆团 再不找回来节奏 这一局有点难办 对 前击他们打的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在对线的时候 但是到中期之后 两波团战都是被WINS给打回去了 对 这边破雾 看到一个小鱼人 但是有引刀的 丽娜的位置已经是被发现了 诚伯能不能给上 这下被晕到了 下一个鱼也接上 漂亮 这迪法师感觉有点烂 其实他已经看到这个猴女的位置了 傻雷巴神 给下一手承诺 简直是直接飞过来 再提一走 运到后面的巫医了也 这一波可以说机会找得非常的好 DP这边感觉要被杀了 这个DP死定了 DP死定了 我们看完全追中了巫医 巫医是死定了 瘦王怎么也过来了 瘦王怎么又过来了 一个一个过来 这一个一个送的 这一波直接打成了一个灵幻武 那这样可以直接上高 买活的只有瘦王和敌法师可以买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买活CD更加直观一些 这一波突然死亡了 那WINS情意了一波直接被逼高地了 没错 这个时候敌法就算买活了也没有意义 对 敌法师是太依靠队友的这种制造的输出环境了 他这买活了高地守不下来 没有意义 那现在这一路是肯定没了 如果复活之后还想接团的话 但其实我感觉还是会被团面 前面的时候还说IGB需要找一波节奏 结果这一波节奏找得好 高地都直接破了一路 对 主要还是敌法师那一下 他已经是 他在这个坡的这个地方已经看到下面活女了 他可以直接就选择跳走 他可能觉得活女 单靠活女想要先手控住他有点难 但是没有想到后面还有一个土猫 一脚就把他踢 对对对 可以看到他抬手已经抬起来了 但是没有跳出去 那这一波打完之后 双方的经济差距 可以说是又重新拉回来了 而且拉得更大 因为破了一路 哎 小鱼人也是直接买出了银月之精 这一波专大 没错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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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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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鹰是看到小鱼人了 但是小鱼人自己应该也是有察觉的 对 还蹲了两个酱油 哎 哎 这边是排眼 那这样小鱼可以直接撤掉 现在没办法 这个屋的时间到了之后 还是找不到突破口 因为他没有视野 他不知道 人都在哪里 不敢轻易的上手 在有小鱼人的情况下 Wins想把视野做出去还是比较难的 对 小鱼人只要走到哪里 发现走不动了就知道有眼了 打小鱼人只能是插那种线上眼 因为小鱼人容易跟对方那个小兵混淆 对 小兵在 然后可能觉得可能是小兵看到自己了 不是视野看到了 Wins之前也都是插的这种线上的视野 但现在时间已过 视野完全一片漆黑 就中路一个眼了 Rosa的话也是马上刷新了 围绕这一个Rosa也是不能放了 完全靠这个兽王的老鹰提供视野了 经济的话已经是达到了12000的一个差距 然后这一路破的实在太伤了 对的 催库拉手一路就没有了 没错 Lina这边身上是一个坚韧球 你觉得她是出刷新的还是出林肯的 感觉都不怎么有必要 我感觉她现在最有必要就出一个BKB之类的 整个敌法切 我觉得林肯或者刷新都不怎么有必要 没必要现在出 现在小鱼人倒是非常需要一个晕锤 我连吃两个 这个好开心 是比较开心 现在双方都在等一个肉山 对于IGV来说等一个肉山复活 他这边IGV是要卡肉山复活之前 他能不能抓到一个人 对 就蹲这波兵线 先知是选择飞过来带线勾引一下 但是其实这种勾引的效果已经很一般了 就看能不能抓到人了 这波上还没有人在 这样绕的话感觉有机会碰到这个DP啊 DP的位置看到了 直接跳中 莉娜虽然没有晕到 感觉后手 土猫技能跟上 这个A仗大的效果真的是太厉害了 毕竟纯纯伤害 半血的话直接打死 那么敌法更新了一件龙心 主要就是扛莉娜大的伤害吧 死亡先知选择了买活 那这样可以 也是不让对面打扭闪 对 毕竟如果IGV再拿个扭闪的话 就是第二路的事情了 可以先撤一下 小鱼这边是直接选择切刀兽王 后面是有人救的 小鱼人是这样的自己有大完全不虚 诶 这边是被沉默到胜域了 小鱼完全不虚啊 直接去硬钢 另外一边 敌法师在后排是切死了一个莉娜 哇 这一波IGV感觉有点钢不住了 往前滚走 小鱼人现在 刀也是被逼开过了 对 他是直接拿大去杀死这个兽王 那这样完全可以考虑来打着山啊 趁着这个跳刀跳刀 BP的这个大招还有一段时间 其实刚才小鱼人 我觉得他也是打得太开心了 对 明摆着那么多人在那里 他一个人冲了上去 他主要是把自己的大用过之后 他在团战中就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作为了 嗯 而且先手秒掉的兽王 其实对于整个阵容来说 在团战起到的作用也就是一个先手了 哇 小鱼人倒是偷了不少的米别啊 并且拿到了一个双倍 嗯 这个打手杀的速度确实是太快了 他的攻击好高啊 没错 自己带盾 那丽娜这应该就是林肯法球啊 挡一下这个敌法师的大 或者是什么这种开悟的兽王一个大 兽王这一局的表现只能说太一般了 他作为一个三号尾来说 死灵说出的效果也不怎么样 并且没有跳刀打先手 几次队友的这种开悟 都是因为没有一个跳刀兽王打先手 就直接开着悟就逛大街 然后逛完之后就没事了 他在线上发力的也不是特别好 嗯 本身对于一个队线阵容来说 他就处于那种很危险的状态 对 而且到了中期之后 更多的经济都是倾斜给敌法师了 那敌法师呢目前是又马上涨到四千块 哎小鱼人的晕锤做了出来 嗯 这种敌法师的效果是很一般的 敌法师要经济领先对方一个大剑 才有一定的输出效果 而且他他而且他这一个大剑很出的能心 没错 小鱼人是把点金手放到鸟上 装备太多不知道怎么放了 哎感觉是可以发现一个巫医 看到了看到 咦小鱼人这个脾气肯定是上去直接强杀了 哎 神域回头大不大 后面救了一手 神域开大 神域手晕但是也奈何不了他变阳 但是先追过来杨猪 微光披风就一手撒粉 神域也是自救一下 这边土猫非常勇敢 再一个沉默 小鱼人开大就是想强秒 但是他们 巫医这个谭丹乐的效果比较不错 又直接开头大 敌法师 哎呦直接小鱼人很尴尬 跳到敌法师身上了 他是仗着自己有盾想强杀 对 他现在跑不掉了 小鱼人感觉已经是在劫难逃了 敌法师也是更新的晕锤 SGB这个小鱼人真的好冲动 对 从前面就能看得出来 他看到人就一定要上 其实那个时候队友离他还是比较远的 尤其是丽娜这个点 他不管自己后面有没有人 不管对方后面有没有人 他看到人就是要杀 丽娜的话更新到林肯之后 发现三个队友已经死了 只能站在高地上守 站在高地上看着呢 对 还好这两个酱油活了的话 WINS也没有什么推高的能力了 另外一边先知在带线 还想上高吗 上高的话就是要逼一波这个小鱼人的买活了 跳过来三级死灵术 一个晕晕住 小狗狗过来 这个高地塔拆的还是很快的 没错 那他也就只能做这么多了 小鱼人的买活是肯定逼不出来的 他这边IGV酱油他们的AOE还是蛮足的 对 保护高地的能力还是不错 先知这是要做强席吗 稍微转一些物理的输出 刚才一波是打回来不少经济 经济又重新回到了8000多左右 那毕竟是这边最肥的一个小鱼人送了一波 对对对 一把是大鱼锤 大鱼锤之后对于小鱼人也是一个特别大的威胁 没错 上来直接一个大鱼锤下来 你搞不好大的开不出来就死了 青年宝珠 这也是为了防下先知的羊刀 现在小鱼人这边也是非常渴求一个大鱼锤 小鱼人大鱼锤还早 他的这个引刀切入到了后期之后 明显不如抵法师这个跳过来直接给大鱼锤的效果好 那毕竟毕竟是英雄角色的问题 对 感觉打到后面温斯要好打很多 尤其是抵法师这个点 温斯就是靠拖大后期嘛 对 这个时候焦点就在两方的大哥位置上了 其他小毒狗是更新了一个 卫尸禁甲 这边是一个绿杖保命 还有纷争 尤其是增加活女的输出 先知也都是一些辅助性的道具 控制 对 那目前又是进行了一波对刷状态 对 下一波现在开悟也不太能好抓到人 那么下一波他应该是要围绕一个三代肉身 对 双王终于是带了跳刀 并且买了宝石 宝石 把视野防好之后 温斯还是挺有机会的 这边试图抓人 但是丽娜没有跳刀 她的切入能力就比较一般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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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又买东西了吗 怎么现在才这么点钱 她买了一个清点宝珠 她清点宝珠 两分钟之前买的了 看一下鸟上面 没东西的 怎么就这么一点钱 这边是要开悟吗 五个人抱在一起 其实现在开悟抓人 主要从温斯的视野是看不到IGV的人 而且还是开悟了 这开悟想抓人有点难呢 都是这种时候 就看兽王啊 就看兽王这个跳大的效果 对对对 跳大 来了 这一波过来 有机会 兽王的鸟 视野看的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这边看不到台上的效果 现在IGV已经是撤到高台之上了 这一波开悟完全暴露 没有机会了 就是说现在开悟 其实抓不到什么人的 对 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多刷一刷 第达师现在装备基本上饱和了 没有什么更多的这种装备更新的余地了 顶多是吃个音乐之精这种 敌法师这个英雄刷到后 其实比较容易装备搁满的 对 现在肉身还没有刷新 两边都是不停的在刷钱 他可以再换一换 没错 小鱼人的大晕锤是不是运到了 他就是更新一件BKB 小鱼人更新的BKB 先买了BKB 然后是拿点金手想点个金 然后再把点金手放鸟上 这个太节约了 不能浪费任何一年钱 是的 那下一波团 果然是围绕着这一个肉闪 小鱼人有了BKB 其实能防的技能也就是防一个沉默吧 其他的效果都是物理输出的 所以大晕锤还是无视BKB呢 对 两边现在都是不敢主动的去开团 没有什么绝对的把握 IGV更想的是先知先手来抓人 Wince的话也是想兽王这个跳吼 先手到莉娜或者是小鱼人这样的 那么Dougal这边也是也买了一个宝石 两面进行互相的一波视野压制 没错 要不是Wince这个提早就被破了一路 感觉这一局 IGV的机会都不大 对没错 他主要那一波实在是输得不应该 看一下莉娜这里也三千多的存款 现在更多的是要留钱来准备买活 那这边推掉下塔之后 对于一个打Rosa是更有优势一点 对 然后两边都没法做视野了 都有宝石了 都带着宝石 而且一边有小鱼人 一边有兽王的鸟 都可以很好的开视野 还有一分钟 那么这个带盾带奶酪的Sandarosa 即将刷新 4000多 我们看一下双方买活的一个情况 先知是差700多块钱 看到IGV这边可能是又想开一波雾出来 土猫身上 首先是先买了一个 对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去计算这个肉山刷新的时间 一般来说应该是会计的 不到半分钟 对这段期间谁拿到肉山 谁在接下来的团战会非常的好打 好这一波开悟打盾 不过里面有一个小猪 Winx他们人都在上路 对 这不往这里来的话 如果按照IGV这个速度开打的话 如果他不赶过来很慢的 毕竟下路没有他给他TP了 赶过来想先抓一个人 但是很有可能先把乌一抓到 乌一这个时候还打野 他的视野是看不到的 但是他这个时候听到音效了 听到音效了 看到一个野怪死亡 乌一赶到这边来 有机会 大部队 莉娜的这个位置 能不能自保到 小鱼人跳空 吹起来小鱼人跳空 我敌把石切后排是被先知直接扬住 还好后面给到技能 乌一这个大招的位置非常的好 但是后排的话已经被小鱼人切割了 神域的效果大招效果结束之后 敌法师死直接选择买活 DP的话也是阵亡 那这一波是很伤啊 一个人都没有杀掉 逼一下DP买活了 DP不买活就直接推塔了 他这一波碰到了之后 感觉整个队都懵了 主要是敌法师想切后面去找人 结果没有想到被扬刀扬住 自己直接被打死了 神域虽然开大救了一手 但是那段期间 敌法师也没有多少输出去带走 这样DP也是选择了买活 那这样可以先藏一波 如果对面敢出来就打 不出来的话就直接打入山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先知补了一个强席 输出也还可以 这波肉山盾的话应该是ITV拿下了 而且这一波带来了 再修整一下直接可以去冲击中路高地了 对 破完一路如果发挥不失误的话 搞不好三路就没了 小鱼又是带盾 这边有一个探路的老鹰 可以直接A死 他还是不想暴露自己的隐身符 找到了 先知这边想提前去配合土猫 结果土猫没上 先知是直接被带走 但是先知可以选择买活的 小鱼开着BKB 小鱼开着BKB 没有很好的输出目标 往前跳空了 他有盾有大 这个T的话是被自己的吹风挡了一下 Lina这个位置很危险啊 敌法赶过来 过来之后直接大鱼接羊 这个伤害是足够的 买活的一个敌法师被击杀 DP的话也是阵亡 这样的话可以直接选敲出了机器 那恭喜IGV 47分钟拿下这场比赛 好这样的话第一场比赛结束 IGV是率先拿下了第一局比赛 是的马上的话一会也是进行第二局 对这局比赛IGV前期打的是非常好 中期虽然迷茫了两波 但是两次开悟都是打出了非常好的效果 对 主要是WINS在游戏的中后期的时候 感觉这个抱团抱的不是很紧 而且他对于一个团战的一种 怎么说的一个反应啊 也不是特别的快 对他主要是抱团抱的不紧 然后第一次送掉高地的时候 是一个一个伤 直接一波零换五 然后最后那一波也是没办法 然后站位的问题 再加上兽王离团队离得太远了 对 死亡先知然后第一时间暴露 迪瓦尸切后排的话 又是被扬住了 以及还有迪法对于那一个扬刀 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迪瓦尸他的出装先是做龙心 没有做BKB 所以他面对对方的这个扬刀的时候 束手无策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稍后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小学 Sections 优秀 Listening 嗨 优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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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